今天假期有些下雨 大家好 现在这个时间是下午 大概两点钟这个时间 过来陶达这边看看我的示范店 稍后有时间去德福那边 和麦克服那边 看看示范店 好了 我们Let's go 这个位置就是陶达商场地下 看到一间饺子爷爷 下雨那些人都去商场 现在进去看看店铺的情况 先看看 人类也多的 也有些人下的 下雨有些狼狈 说实话 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有补习他们的英王那些 补习都挺贵的 现在上面已经开了24.7 fitness team 去做健身 同记足品 都爆了 以前过来这边就是去补习的 以前补英文那边 因为里面有英王补习 有时候 这个商场也很拿历史 以前这些位置 就是地摊档在这里 现在看看这个情况 也有很多补习的 食肆 全部都是 上面补习的 补习的 商铺 Optical 88 眼镜店 这个喜机车仔面 价钱30元左右 就是不贵的 人类也都爆了 有些香薰的店铺 有些卖袋 价钱全部都是大坨 8.5折 盘点清货 有一间肩顺套生煎王 人楼只有两张桌 还有 这边人楼多很多 大山超市 迫斯都在 前面还有一间不神市 难怪这边这么多 买一些零食 有用品 前面有一间沙沙 有折扣优惠 原来沙沙已经是46周年了 那地下还有些小店的 还有些卖酒的 10687支 看看这边楼价先 楼价定了 现在三十多万就OK了 那地下这层大概是这样 现在上去一层看一看 人流都OK的 也不真的下雨 那些人都进来商场逛街 Berlando进驻 4月中 有新店进驻 即是说之前有间收拾了 上来有一间日本城 现在全场买三件 免100元 有8折 还有这间夹公仔 可以用Aliplay 微信支付都OK 都很方便 就是一间Pizza Hut 它的Pizza很棒 不过今晚下人少了一点 速展QB House 一个人是70元 十分钟搞定 很多店铺 还在做一些疯狂青仓 $90元 已经一双鞋了 里面 就比较少人 上去二楼 已经是人少了 至少一倍 现在向前面看一看 香港现在建了很多 极公仔机专门店 都蛮适欢迎的 前面有很多小店 这间也收拾了 旁边这间 甚至没有开 全都是小小的 卖衣服 像格制铺 有些发囊铺 撒尼亚 都永远都是爆 因为性格比较高 这个位置 各个头位都这么多人 现在上多一层 看看 这间就是十位 十位也挺划算的 都给大家看看人楼 大致上是这样的 有一间收拾了 对面也是一间收拾了 楼上主要是剪刀法 还有首饰 还有音乐园 这边都收拾了 有间酒楼 杜香茶居 喝茶都不错 人楼都不错 都要等的 价钱就是这个 都挺划算的 十几个元 角落下有这间三联书店 放假过来看看书都不错 看看有几个小时 人楼差点 前面也是 对了大减价大清货 还要是结束营业清货 那现在生意都很难 那这边的商店都挺多元化的 我都是走的 都比较凌乱一点 没有说一边是买什么 这样的 那就是很散 不过淘汰都挺好走的 Rose Cafe 泰国压茶都不错 现在回到淘汰商场外面 先看看情况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有一间执座已经有 不不不 外面先 那就是这些下雨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有一间KFC 那这边就是 九份 吃台湾东西的 那边呢 多详 更厉害了 那因为大家来 永远就是很多人 光顺的 到这边呢 有些小店没有开的 還有一間茶飲店林鄉嶺 現在說實話都開了很多茶飲店 特別在旺角一開都開了很多間 這邊前面有什麼呢 就是冒險樂園美容簽體 還有舒適保Physical 還有一間Donkey 還有元氣壽司 Pizza Heart 前面還有一間海港酒家 香港人最愛喝茶 這邊還有一間甜品店 小方糖甜品 甜品店晚上生意好很多 坐爆了 現在這個下午時間就差點了 還有一間西餐廳Super Normal 也不錯的 也挺溫馨的 多數一半的 還有這間金本堂甜品 下午生意差點 晚市之前試過要排隊 東西都不錯 性格比得高 反而對面這間茶舌 坐爆了 我們繼續向前進化 前面有一間地貓甜品 那時在沙田那邊 都有間的 不錯的 性格比高 它的價錢很便宜 二十幾三元 已經搞定了 超便宜 上面有一間花園餐廳 已經收拾了不少禮 MCO的戲院 最近香港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戲想畫 這邊好像挺正的 有牛奶拼湿 有海南雞 有燒肉 進去看一看 人流好像差點了 進去好像Food Court 那樣的 很多食物 那價錢呢 就是這個價錢 定食 牛奶冰室是坐爆了 這間也不錯 這邊人流也差點 這個Chicken Factory 價錢也挺划算的 四十幾元已經搞定了 下午茶還要是二十幾三元 上來這間DONKE 九路班DONKE 看看 這間DONKE 也稍微小一點 又是夾公仔機 門口 人流比以前少了很多 我知道之前DONKE 是很受歡迎的 走得很順暢的 DONKE DONKE 地圖 都是買的 圖帶這邊 大致上是這樣 跟大家搭著一個圈 人流都可以的 店鋪也挺多元化的 也挺好走的 大家有興趣過來圖帶這邊走一下 支持一下小店 走完圖帶這邊 現在就去北谷那邊看看 因為這邊走過去都是很快的 大概五分鐘 我在這邊見到一個打卡位 燈開小之後晚上很漂亮的 話說這邊之前的花是白色的 就沒那麼漂亮 現在就變成粉色和白色黃色的 漂亮很多 晚上可以過來這邊打卡 九龍灣多了一個打卡點 大家可以過來走一下 接駁圖帶和九龍灣就是這條天橋 現在就去那邊看看 我們進去德福廣場看看 說實話人都好多 那些人很瘋狂地轉 有間衛筍 有很多人買家品電器 還有一間Jordano買衣服 衣服也挺便宜 還有一間老牌子奇華餅家 有女人自愛的Campdora 感覺上這邊有些人是經過 類似回家那種 就很少進去的店鋪 進去看一看 所以你見到店鋪大部分 都不是很多人 就是這樣 人口很少 先看多一間 先看一看這邊 那這邊 哦 不錯的 那這邊也有些化妝品店 那通常都是SOGO大優惠的時候 那些人才去購買 行東西就不是很多人的 那現在樓梯位上去就是 另一層了 下面Startbuck是很多人光顧的 有沒有試試喝咖啡都OK 那這間ZARA 人流都不錯的 那中產喝咖啡 那這邊這麼好 市道都OK的 都有人的 六福珠寶 那這間是 牛泵店 台灣火鍋 哇 上來這邊人流都OK的 都挺多人的 Nike 人流都不錯的 還有這間錦麗 文華丁廳 哇 大小隊 還坐爆了 哇 這間Overland 這麼多人的 這間韓國東西 超多人的 消費每三百元 還送你這扇帽 就是這扇帽了 這種感覺好少女好lady的感覺 價錢就是這些 就好少女那種 幾十元左右 有 有個現象是鞋店是特別多人的 而且遊客喜歡買鞋 或者香港人都喜歡買鞋 哇 前面超多人的 原來是一間M的在前面 先包出去外面 那些餐廳都坐爆了 就是這間小城之味 坐爆了 就是這間太廚房子 這間又有餡殘 那這個位置就是萬寧 中藥房 還有書局 那很久過來得封這邊 就是去這間MCL戲院 劇電影 就是前面這間 哇 這麼多人的 應該有明星過來這邊 有MCL戲院的情況 哦 這個排球少年劇場版 哦 原來是這套 放映特別活動 大怪獸東京決戰 哇 出場了 出場了 哇 厲害 超人出場了 哇 超人很大隻 哇 哇 哇 這股仲逐個逐個跟他拍照 大小朋友也很喜歡這個超人 很多人過來受熱鬧 拍照 跟超人合影真的很少見 那話說 超人穿這套裝甲也挺熱的 戲院對出的就是傳播電話通訊的公司 中移動 CSL 電信數碼 Smart Tone 好齊 前面還有一個HKTV Mall 裸夜 就是一間木羊少年 都是充滿了 就是吃一些Pizza 和菜餐 之前吃過都覺得不錯 那這邊人的方向走的位置就是去Megabox那邊 都挺多人下的 Market Place是超多人下的 是水洩不通的 這個位置地下也有很多金舖 周大福 周生生 那樣的 那就不去上面那一層了 這間Beans都是坐爆了 都挺好吃的 現在這邊可以直接搭免費穿梭巴士 去Megabox那邊 大致上德福廣場的市況就是這樣 都很方便的 讓人流帶回Megabox那邊 這個安排十分之不錯 就是這輛巴士了 大概十分鐘車程就到的了 穿梭巴士就在下面上來 這個就是正門了 那這邊的服務員都挺有禮貌的 這間已經倒閉了 就有一間H&M 很多分店都倒閉了 那這邊我記得之前好像是Cube Silver 那這邊就是橙木和教紙尺 人流都OK的 那這邊飄馬 人流都不錯 還有一間On the list 都是賣衣服賣鞋的 都有一些人 那之前都見過一個網紅呢 介紹過這邊 那現在過來看看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就大概是3點3 那上面這層呢就是EON 過去看看先 那EON呢 那些例子我都是賣的 新的百貨啊 家電啊 那樣的東西 我都久不久都會走在EON 都幾好走的 那買行李箱去旅行 那八塊水 包回那邊看看先 那些行李箱都挺便宜 1200元OK的 那這邊呢更便宜 八塊水搞定 那全部都有折了 大概呢是9折的 那對面呢就是一件不留 搬遷了 搬遷減價一件不留 給大家看一下 今個月的每元價優惠 9折 另外這邊呢有一排的扭蛋機 那現在呢 很多的扭蛋機呢 周圍都擺 那旁邊呢 noodle rice 食餡茶那樣的 那樣人都坐爆了 但是這間呢 都是坐爆了 人樓都可以的 上回這場都在EON 家品堡 那正貨大覺隱了 久不久呢 走在EON都幾好走的 都很多人買 戶外用品 就有些飲飲食食 很多人買的 就有些沙波鞅餐 這上面有IKEA 這邊呢就有Cinomax 床褥 就有間O-SIM 天王耳 這間傢俬床褥呢 還在賣 5折 再9折 全年最低 手間賣燈的菲利浦 我們上去香港人最喜歡的IKEA 上去賣我的日樓先 IKEA除了買傢俬呢 還有東西吃的 這些東西呢都不錯 幾十元而已 三十幾五十幾元已經搞定了 海鮮派對都坐爆了 營業時間呢是11點鐘至晚上9點鐘 還有這個瑞典餐廳 那有些時間關係呢就不進去逛了 現在上去水面那層看一看 四面五樓呢就是買一些沙發 實惠家居的 就是家居用品 按摩器 還有一些按摩窗 家電 就是這間Lightning 受惠 Simon's 還有這個香港潔淨水 就是有個玩具玩豆城賣禮物的地方 低至五折一位 還有這間很可愛的咖啡 這邊呢 兩星期六日呢公眾假期 上面呢有個草物樂園 那這邊呢商店是這樣的 一層層的樣子呢 有些Starbucks啊 人樓呢都OK的 現在坐電梯上去看看上面先 都是這間運動用品店 都沒有變 芝加Sports啊 那大部分商品呢都在做兩件 八折這樣的 最後三天 人樓都OK的 那就少了那些旺角的 波鞋街那種 哇這邊呢 簡直是低至五折 那始終買鞋買衣服 都多人光顧的 那買眼鏡呢就差一點點了 Argo啊 那上去這邊也很快的咯 下面呢還有一些精品賣的 哇就這個位了 都幾漂亮的咯 這邊呢好像說有些字可以顯示在這裏 那上面呢見到好像很多些食肆那樣的 哦 溜冰場特色餐廳 哇這邊呢可以溜冰 都幾多人下的 大家隔天過來溜冰 拍拖這樣都OK的 那溜冰場呢這個位呢 有個觀眾席在這裏 可以看著那些小朋友溜冰 看看這個溜冰場的收費先 那大概呢一百元有找 可以留兩個小時左右 那旁邊呢就是一些食肆了 都幾爆的 是充滿了 這個時間呢下午茶的時間 除了這些餐廳啦 新豆技啦 王府啦 買派啦 那些貴賊屋 和紅小館的 就有一間靠得住啦 那這個十三樓寨廚是這樣啦 下面呢就是一些休閒生活 和兒童精品啦 下面就是家庭用品 和超市啦 那邊的食肆都有很多人流的 突然之間呢好像來了一間拉麵店 都幾有特色 那價錢呢都不是很貴 一塊水就有了 這邊的食肆呢都幾熱鬧 都坐滿了 都很多東西吃 可以一邊吃東西呢一邊看著那些人流冰 就有些類似food court那種啦 有paper lunch啦 就是這樣啦 就可以看著那些人呢 玩這個冰場覆棍球 上去呢有一間家和戲院 那現在就有公公公貓4 3月28號 給大家看看價錢先 那價錢呢一張呢就是75元 都不是說貴的 OK的 這個位置呢就是看溜冰場最佳為之啦 還有一間麻雪糕的 還有呢一間是米泰食泰國菜 就是這間洗身輕都很私人一下的 說這麼快呢我們上去十二樓上面啦 上面呢是自由天地 風樂天地 小朋友呢適合的 過來 放下電 那這個位呢帶小朋友來呢適合的 幾個小時完全是 輕鬆鬆又一天 一定是適合的 好多東西玩啊 夾公仔 很多益智游戲啦 如果我是小朋友呢 都有齊玩 哇 還有這個泡泡車 哇 正啊這個 大小朋友的東西都對 哇 小朋友還可以擦單車 幾正 哇 還有這些夾公仔機 前面就是行會員制的Ruby Tuesday 那下午應該要下場 這個Ruby Tuesday 吃過是不錯的 那有時候帶小朋友過來這邊 玩的車子都OK 所以這一層呢 是跟小朋友過來放電一樓 那大致上呢 和大家看完這個Mega Box 那人樓都OK的 食肆有些生意就差些 有些都不錯 不同店舖呢 人樓都有分別的 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下雨呢 人就少了些了 不過呢 都很多人過來這邊 逛逛這樣的 即使不買東西都大黃了個場 有機會呢 周圍逛逛見到有東西對的 始終隔壁呢 香港人那個門落呢 都行商場呀 看電影這樣吃飯這樣 那樣的 那香港都 有不少商場都可以周圍走一下這樣 那樣的 很多店舖都開著的 這個Mega Box呢 算是比較有特色的 那商店呢 都幾多元化的 都幾多人走幾多人看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留言啦 好了 今集的淘大 得福Mega Box 的視訊 就和大家到這裏先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有OK 有問題 入正 最常覆市劍的